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旧月中的基督 从这一讲我们进入到解开奥秘 从旧月发现基督的第一章 基督是那个新人 就是说从亚当来看耶稣基督 这一章我们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按照神的形象被照 第二段是被证实是神的儿子 第一段按照神的形象被照 亚当与耶稣基督 这段里面又分超过二十个小点 我们组点的仔细的来查考 首先我们来看本章的序言 历史上最早的成文圣经 是出自神自己的手 神把他的律法刻在两块石板上 出埃及记第31章18节 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 在西乃山上 神表明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神 不过这位以色列的神 并不仅仅是一个部落的守护神 他同时是万国万民的神 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在神给以色列的启示里面 并不是只有规范他们生活 敬拜的一些律法而已 所以不要说旧约只是讲律法的 要认识耶和华这位神 就先要明白 他就是创造之主 所以我们不能跟一本讲到 旧约里面的恩恩怨怨 清清愁愁的旧约左者 香港学者说 创世纪不是讲创世的 是讲先祖的历史的 不是的 创世纪是讲创世的 创世纪出埃及记等等 要告诉我们 人类要认识耶和华 祂是创造天地的神 祂是主 若要认识以色列人 他们所领受的护照 就必须先明白 他们的老祖宗 亚伯拉罕的故事 以及亚伯拉罕从神所领受的护照 他们也必须明白 神这位创造宇宙的神 神统治万国万民 旧约不仅仅是讲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的 甚至不是以色列为中心的 神统治万国万民 神应许亚伯拉罕 祂的后裔将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的 摩西的第一卷书 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讲 接着谈到以色列所领受的护照 而他们出埃及这些的故事 摩西五经是好几个世代的故事 他不仅仅是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他也把他们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领受的护照 放在一个更广的框架 更广的脉络去探讨 就是神从创造以来 对全人类的心意 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 上帝六天创造天地 创造亚当 我们不可以跟一些 包括改革中的出名的牧师 用神导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起源 神创造天地 神创造亚当下王 虽然天地都是他的 但是以色列特别是神的选民 是他所宝贵的真爱的产业 而以色列人所领受的 从神来的护照 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以色列从万国万民被拣选出来 是为了向万国万民做建筝 以色列必须承认 呼召亚伯拉罕 拣选挪亚 起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的那位神 祂是主 祂是宇宙的主宰 我们来到第一段 按神的形象被造 亚当与基督 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在卓者匠心独运的美妙的文笔之下 创世纪第一章就进入到神创造大功的巅峰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相对之下 世界上其他各式各样的宗教神话故事 就显得非常的没有益处 荒唐 这些的宗教神话会说 人可能是神明交配剩下来的 花早说 人类是某一位被杀死的神明的血变出来的 第三种神话会说 人类是从某一位神明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变出来的 第四种神话会说 人是半神半兽 人类都不是这些 亚当夏娃是被创造出来的 拥有神的形象 他们是拥有神的形象的被造物 我们可以确定 人类是神的创造 而且和动物一样 是在第六天被造的 神赐福给人类 要他们生养众多 神也赐福给海里的鱼 使他们滋生繁多 参考创世纪第1章 22和28节 人类和动物都会不断地繁显 不断地繁殖 创世纪第2章 记载了人类被造的故事 在天地被造齐之后 神创造地上各种的动物 创世纪第1章24节 也用地上的尘土 造出亚当 夏娃则是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 创世纪第1章和第2章也强调 人类独特之处 前面讲了 人和动物都是第6天创造的 那人不同在哪里呢 第1章说 人类的被造 是出自神他自己的决定 创世纪第1章26节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第1章提到神的灵 创世纪第1章第2节 按照着神与自己讨论 神不是像人类一样 会对自己说话 而是以神丰富和奥秘的神性 父子灵自己对话 创世纪第2章 人类的独特 可以从神怎么样细心的 创造人类而看出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并且将生气 生命的气吹入他的壁孔里 我们可以看见 神不仅仅用他的手 也用他的口 造人 在这个亲密的团契 这种亲密的关系里 神把生命的气息 吹进了人的身体 人类是受造物 因为人是神所创造出来的 不是进化出来的 但是人类也是一个特殊的创造 因为人类与神相像 人类是神的形象 形象这个词 在后来的旧约圣经里是用来描述偶像的 神禁止人类拿各种的形象来敬拜 也禁止用人的形象 这个以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人 他的形象来造偶像的 人被造的时候 不仅仅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好像神的形象在人里面重新被复制 不单单如此 圣经更是强调 人就是神的形象 人与神相像的 创世纪的记载 与所有其他的民族的神话 是相对照 是对立的 有的神话 以不同神明的后裔 来区别不同的民族 有的就说 只有皇族才是神明的后裔 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 有个古代的文献这样写 国王的父亲是彼勒神的形象 Bel B-E-L 这个神的形象 因此国王是彼勒神的形象 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类都是以神的形象被造 创世纪第一章27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 造女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所以人在受造物中有独特的角色和本质 好 我们读到这里了 我们先来温习一下 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这里面投几点 第一点 古代各种宗教的神话 都说出一些错误的人类的起源的神话 但是第二 圣经说 人是神所创造的 人是被造的 所以圣经讲 人的起源是与众不同的 第三 神不单单创造人 神赐福给人 要生养众多 第四 神用独特的方法造人 就是用他自己的神圣的决定 来造人 又用他的手 更用他的口 来造人 这个是第四点 第五点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更加就是神的形象 所以是像神的 好 我们来到第六点 人有独特的角色 在所有被造的世界里面 有他独特的本质和角色的 人类和所有的动物 一样是生物 有形体 使得人类可以在神面前代表 受造界 所以人与动物有相同点 是很重要的 因为人类是要做整个自然界的代表 在神面前做代表 透过人类 受造界对神的赞美 达到神的耳中 人是神创造大功的巅峰 人类要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人类处在创造主和受造界之间 不过人类也是受造界的一部分 神可以透过人类和他所创造的万物沟通 神向人说话 人代表受造界向神说话 我这里打一个叉 用一个比喻 譬如说 人类所创作的音乐 就是在反映出自然界 向神的赞美 而人不单是创作 人是代表自然界 向神敬拜赞美的 第七点 人是统治自然界的 因为人类以被造的样式 表现出神的荣耀 因此人类可以统治万物 人类拥有神的形象 和人类对万物 特别是动物的统治 是息息相关的 创世纪的一章26到27节 亚当为动物命名的故事 不仅仅是为了激发儿童对圣经的兴趣 更不是要挑起他们对动物学 生物学的兴趣 他告诉我们 亚当领受了神的护照 要认识万物的样式 就是要犬师 要认识动物界的样式 而且还要统治他们 圣经也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一个动物 没有任何一种 可以与人类相提并论 能够成为人类的知心朋友 不论这种动物对人多么的忠诚 我们都知道 在任何的关系里面 虽然是不同的双方 却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们会说 某一个小孩和他的爸爸 长得很像 我们现在来讲第八点 人是神的样式 圣经告诉我们 亚当和夏娃生下塞特之后 亚当觉得塞特形象样式 和自己相似 创世纪的五章第三节 有人认为 虽然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但是塞特出现的时候 人类已经堕落了 丧失了神的形象 所以塞特只不过是反映出 亚当那个堕落软弱的形象 塞特并没有反映出神的形象 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 堕落之后的人 依然是神的形象 这个是从创造人类的时候 就定下的 参考 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 红血之后 神所留别人血的 他的血也要被别人流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参考新约的亚格书三章第九节 所以塞特有亚当的形象 而塞特亚当都有神的形象 因为拥有神的形象 是使人类从动物中区分出来的特征 人类有神的形象 动物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塞特是亚当的形象 塞特也是神的形象 由于这个缘故 路加在列出基督的家谱的时候 追溯到塞特 就是亚当的儿子 而亚当呢 是神的儿子 创世纪的重点之一就是 虽然人类堕落了 但是神的形象 却继续传了下去 塞特是亚当的儿子 也是亚当的形象 而亚当是神的形象 路加所要强调的重点 就不难发现 就是亚当拥有神的形象 与神相似 因此被称为神的儿子 同时在创世纪里 是塞特而不是该隐 拥有他们父亲亚当的形象 是塞特的后裔 而不是该隐的后裔 得到神的应许 我们可以在塞特的后裔 主谱里面发现 谁才是神真正的子孙 这第九点 亚当和人类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来归纳一下 刚才我们读过的好几点 第一 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 塞特有亚当的形象 塞特有亚当的形象 第二点 创世纪九章第六节 塞特有神的形象 有神的形象 第三点 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 塞特是亚当的儿子 第四点 同样是路加三章三十八 亚当是神的儿子 第五点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亚当是神的形象 第六点 因此亚当是神的儿子 亚当是因为他是神的形象 他拥有神的形象 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子 路加三章三十八 那在六点 交错终杂 我们再读一次 塞特是亚当的形象 塞特是神的形象 塞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形象 所以亚当是神的儿子 我们继续第十点 在伊甸园的荣美 创世纪中的亚当 充满着荣美 他是神造着自己的形象 所造成的 放在神所创造的伊甸园里面 伊甸园充满着 各式各样的美好的创造 有奔徒的动物 劫色累累的树木 亚当身为历史上 第一位人类 真的是万物的主管 万物也透过他 仰望 敬拜创造主 向他发出赞美 亚当是伊甸园的管理员 能自由地去探索 其中的奥秘 也可以探索伊甸园 以外的世界 哈菲拉 常有金矿 创世纪二章是一节 有名的大河 滋润着伊甸园 也奔流到远方 第十一点 自由加上静止 亚当拥有充分的自由 只有一件事 是他不能做的 神清楚告诉他 园中有一棵树 果子是不能吃的 其实这已经是最小的限制了 亚当可以享受其他一切的果子 其他一切的树 都供他管理 一切动物 都对他服服帖帖的 然而这位神的儿子 受到了考验 考验他对他的父亲 对他的创造者的顺服 第一个人 握有他一切后裔的命运 在他的手中的 第一个人 他的手中 就控制着他一切后裔的结局 这是极其关键的角色 亚当是一切拥有他形象的人的父亲 他代表了 从他而出的族类 这个是第十二点 亚当的结局 就是全人类的结局 若在这次的考验中 他仍然能够顺服 他将能获得称义的地位 这要比他本来那种天性的 无罪地位 要高的太多了 透过选择良善 他将能够真正分别善与恶 他将被认定是神公义的儿子 能够自由地吃那生命术 直到永远到 所以这里是第十三点 神的称义就是超过了天然的无罪 神要认定亚当做他的公义的儿子 我们很快再走过 我们所读过的 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第一 宗教的神话是错误的 二 神创造了人 人是被创造的 三 神赐福给人 要生养众多 四 神用他自己的计划 他自己的手 自己的口 独特地创造了人 五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人就是神的形象 六 人是自然界的代表 七 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 亚当命名 动物 就是这件事情的代表 八 人是神的样式 不论是赛特或者亚当 都是神的样式 九 因为人有神的样式 所以亚当和全人类 是神的儿子 第十 伊甸园里面充满着荣美 可以探索 十一 但是自由里面有禁令 这个是顺服的考验 十二 亚当是人类的代表 他手中有他一切后裔的结局 十三 若顺服的话 他将被认定是神公义的儿子 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 这个超过他原来天然的无罪的地位 我们下一讲 从第十四点 上帝创造女人做人的助手 开始来讲 这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导 下半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